各位同學,我們來到Exercise 4C第47題 這一題就是一題的應用題 一題叫做文字題 Word Problem 我選這一題,我想我們一起去面對一下很多文字 我們一起試試解題目,好嗎? 好了,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字很夢 你可以看看書上面 同樣地,你可以拿書出來 看看書上面的會更清楚 我很想和大家一起去解題目 OK,好了 The full fare for a cross-harbour tunnel bus is $18 記住這裏就是full fare,存費 fair 就是車票的意思 18元 A family of M members takes this bus M members 即是 M 的成員 好了,有 M 的成員 這裏就是每人18元 這裏就是 M 的成員 好了,這裏是總共 M 的人 OK,好嗎? 他就說 N of them 有這些字眼 N of them 即是其中的 N 人 即是 family 很多人 有 M 個人 裏面有 N 個 原來是要付半費 and the rest pay full 這些就付半費 小一點 外面的就付 full 行不行? 我問問你 有多少個比? Halve 有多少個? Halve 有多少個? 有 N 個 OK 那給 full 那些有多少個? 我以後 M members 總共有 M 個人 N of them 即 N of them 即是其中的 N 人 其中的 N 人 N of them 就是這樣 有些概念在心裏面 其餘的那些是 M 減 N 沒錯 M 減 N 有些概念在心裏面 跟著他說 Express the total fair F F 是 total fair 即是總共的票價 in terms of M and N and simplify the formula obtained 用 M N 去表示總票價 化減距 好,我們先試試 總票價 比全費的 M 減 N 嗯 每一個人呢 全費是 18 元 OK 比半費的有 N 個人 半費是 9 元 好了 那這個就是總票價 這裏做完的了 但我們要 simplify 它 承開了它 好了 那這個就是總票價的 formula 跟著它說 Change the subject to N 把 N 轉為 N 做 subject 把 N 轉為 subject 看到嗎 好了 把 9 除回來 好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把 N 轉為 subject 跟著 最後一部分 有些形容 If a family of 8 members taking this bus has to pay a total fair 1 月 6 How many of them pay half fair 在這段文字裏面 你留意一下 沒有那些 M 和 N 的 你要去看一下 究竟這個 8 個 members 是指 M 還是 N 八個人 沒錯 就是 M 來的 寫下 這個 total fair 是指什麼 Total fair 是指 F 來的 沒錯 F 來的 How many of them pay half fair How many 只有幾多個 給 half fair 給半價 幾多個給半價 N 它就問你 N 等於多少 對不對 即是說是 C 部分 原來它告訴你 M 等於 8 F 等於 1 2 6 問問 N 等於多少 其實它就把它轉為文字題 對吧 好 我們代入 N 等於 18 乘 8 加 1 2 6 除 9 好了 那你就可以計到答案 當然你要回答 有多少個 好嗎 好嗎 抱歉 不好意思 寫一下 好了 這樣就完成了這一題 這題數主要是關於 一些語文的理解 這些語文的理解 是比較難的 所以大家都盡量